财哥又想去海边 一直趴在窗口不动 前几日日日去海里 回房间给他们洗澡吹干 把我累坏 他们是玩得爽 我只想躺平 出来玩不就应该去外面吗 你们腿断了还不出去 带他们溜达圈 我们就退房了 海边是肯定不去了 弄得全身湿透 还要洗澡 太麻烦 发财 发财 我们往回走 不走草坪 草坪疼的 走地面好吧 发财 好吗 财哥脚掌又破了 走草坪扎到了很疼 走了20分钟到了景点 再往上走 就是网红打卡点 我们选择折返 想早点去江门 吃牛肉火锅 天天都是这样子的 天天都是这样抱回来的 那是对吧 美丽这几天消耗很大 光是每晚看烟花 就跑来跑去 跳来跳去的 美丽太重了 老头也抱不动 快到电梯口放她下来 进电梯 他们都趴下来 开了两小时到江门 发生一件搞笑的事情 这里初一到初三 所有商铺都关门 大家在家过年 酒店三楼有个露台 可以遛狗 就让他们在露台玩一会儿吧 我们住一晚就走 由于外出基本吃狗粮 他们拉的实在是太多了 美丽一天要拉六次 发财要拉三次 大变啦 幸好石变袋带得多 一会儿功夫又用了两个 美丽怎么办 撩完他们 我和老头去五栋村吃火锅 人太多 车都开不近 我们停在外面 走进来的 这里都是广东人 开着车过来吃饭 自己选 几百二十二元一份 酱油加小米焦的汤 嚐一下火到油 随便拿锅了 我最喜欢它的成细牛肉丸 将我们新混是成细的 牛肉煲了一个咖喱牛肉锅了包 明天当早饭 老头把没吃完的都烫了 带回去给狗子吃 如果和潮汕比 姜姆的牛肉火锅还是差了一点 此时美丽还在睡觉 诶 美丽什么时候醒了啦 动作麻烦点 几百年没吃牛肉了 诶 这个你吃的 诶 美丽 你也搞一块 诶 吃就吃 发出这种猪神 这是牛小肠 坐好 好东西 牛小肠 诶 乖 口水不要流出来呀 发财 牛小肠 老婆还没说完呢 要介绍点 这是什么 这是牛骨水 牛骨水 你都吃的 牛的 这是牛鲸 牛鲸好东西 妈妈最喜欢吃的 坐好 好饱 温着有点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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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才能吃 这什么东西啊 牛鲸啊 你刚刚吃的 牛鲸他不要吃的 软巴拉达的东西 他不喜欢的 这个他喜欢的 牛肚喜欢的 他多吃一块 好了好了不吃了 再吃个牛鲸 你倒是快点 牛鲸 牛鲸 牛鲸你也吃的 妈妈不爱吃 从现在 再吃一块牛皮吧 牛皮 牛鲸 有点美味呀 哈哈哈哈